清华大学的开放式课程执行概况 大约为每月4.5万到8万人左右的人数 不过因为寒暑假的关系 或者是每年拍课数的不同 所以会略有一些波动 特别是在遇到研究所考试 因为本校开放式课程有许多是考课部分 所以在考试期间看的人或者是使用者学生会比较多 另外在人数分析方面 我们以80%也就是八成左右的 都是以台湾的学生或台湾的民众为主要的使用对象 另外大概10%也就是一成左右是大陆地区 另外有10%是其他的地区 所以像这一样的经济中文字幕有关系列 如果有10%也就是五名字幕有关系列 最后的原因是一种许多的 最后就在这个语言时就会变成了